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启动内回圈来改善环境 不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反弹 影响到中国出口货品的竞争力 那么因为这样呢 中国人民银行10号紧急采取措施 阻止人民币继续升值 但是有经济学者指出长远来说 人民币大幅下跌的机会还是很高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近期人民币升势持续 对美元汇率已经有5月底的高位7.17 至今累计升了约6% 12号官方调高人民币中间价670点子 至6.7126兑1美元 更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高位 中国人行为了阻止人民币继续升值 宣布从昨天开始 将远期受贿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有20%下调到0 也就是说之后金融机构 为客户透过远期合约换外币时 不用再缴纳准备金 降低了估售人民币的成本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之行 一位分析员指出 近期人民币大幅升值 跟国际货币市场有一些背后的力量 在大量购买人民币 同时卖出美元有关 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有利 反而会导致出口下降 现在官方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相信未来人民币上涨的速度 将受到明显的抑制 但受制于美元贬值 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应该还有小幅上涨空间 不过金融学者司令对于人民币升值 其实并不意外 他说人民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贬值 所以近期升值是正常的价值回归 这一次人民币升值开始的10点 以及中美贸易战开始的10点 大致是相吻合的 这说明中美贸易战对于人民币的升值 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 虽然美中贸易战已经开达了两年 但中国对美国每年贸易顺差 仍然是维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 这一轮人民币升值或许可以缓解 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不满 不过学者司令相信 这次人民币汇率上涨周期 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中国正在大力宣传 以国内的内回圈为主 国际国内双回圈共同促进 导致中国和国外之间良性互动逐渐减少 中美之间陷入全面战略对抗 这些都是导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以及中国之间贸易交换再进一步缩小 另外来看中美脱钩 传得沸沸扬扬 在这个关键时刻 北京全力冲刺深圳这个地区的开放改革 对冲美国封锁政策 同时也确立深圳在大湾区的龙头地位 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 在过去40年来GDP增加万倍的举世奇迹 如今却又因为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最开放的城市 变成中美对立的最前线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在深圳作为全国示范区的综合改革五年方案当中 除了提到推动更高水准的深港合作之外 还赋予深圳更多的自主权 包括下放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利 又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市 推进创业版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等等 目的就是要增强深圳在大湾区中的核心引擎能力 对此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刘靖恒认为 北京的态度相当清楚 要让深圳成为国家开放措施的试点 并确认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扮演引擎的角色 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开放的第一步 互联互通互补等效应可复制并扩散至其他城市 他预言未来五年之内 深圳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事实上在过去40年来 深圳从一个荒凉的小渔村 在1980年化成国家第一个经济特区后迅速发展 到2019年区域内GDP达到2.7万亿元 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 深圳目前经济规模是1980年的1万倍 远远超过中国整体增长率 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深圳孕育了许多跨国企业 包括通信基地台数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华为 互联网巨头腾讯 以及无人机开发企业大疆等等 都让国际刮目相看 但报导引述日经新闻分析指出 深圳因为跨国企业多 受中美摩擦的打击也大 光是刚刚提到的三间中国企业 华为遭到美国断新 在美国有1900万用户的腾讯APP微信 也将成为川普政府的禁止对象 大疆无人机也一度遭到美国政府的337调查 再加上香港地位受到打压 经由香港的资金和人员流入放缓的话 也可能会对深圳造成很大的打击 而现在中央举国力挺发展 能对提振深圳经济发挥多少作用 恐怕还需要后续观察 而同样这个也与深圳改革有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巡深圳 针对深圳先行示范区 推出五年的改革方案 要用新型的举国体制 来加强这个深圳的核心科技建设 不过呢 现在却传出这个新型举国体制 提出要探索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了 让外界质疑受到外界批评的996工作模式 要真正落实合法化了吗 所谓的996指的是在一些高科技公司流行的工作模式 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一周工作6天的高工时工作模式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指出 近来北京中央推行深圳改革方案 着重提高科技创新以及自主研发能力 摆脱对国际核心技术的依赖 方案当中强调要探索适应新技术 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 但具体的执行细节却相当模糊 因此舆论普遍认为 这很明显是要将高科技技术行业推从的996工作模式合法化 透过牺牲员工的利益来推动科技的建设与发展 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杨大利表示 方案中提到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 并不是针对现有的996工作模式 是更加强调灵活性 因为特殊工时管理模式适应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互联网企业应对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尝试 但是他也认为促进互联网公司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产能转化 不能只是依赖灵活的工时管理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飞速发展 员工们不得不接受996的工作模式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经说 996的工作是福报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曾经公开表示 支持这种超时的工作模式 而这样的加班文化 在互联网企业聚集的深圳杭州等地更是泛滥 虽然劳动法要求企业要支付加班费 但科技行业坚持称是员工自发加班 并将996视为企业文化 对此前北京工人组织成员吕金花批评 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会员国 对工时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遵守法规 给予相对应的报酬而不是免费加班 他强调工人权利是最基本的权益 不应该拿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的政治借口 来苛刻工人的福利 并且痛批如果是强制还不付加班费 这就是剥削劳工的血汗钱 就是政府支持这些厂商推广996的国家行为 美国对华为中心等科技业寄出严格的禁令 要求包含美国技术的芯片产品出口 必须经过批准 这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的座谈会上 紧急指示要发展关键技术 不能受制于外人 习近平一下力各界开始动员 但是接踵而来的投资建设 是否真的能够收到成效引发外界质疑 联合早报报导指出 在习近平下令发展关键技术之后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筹备 南京宣布将成立一所专门培养芯片人才的 南京机体电路大学 成为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芯片人才的高校 根据了解 这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将围绕机体电路技术而设计 还接入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许多企业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为一体 报导指出芯片是中国缺口最大的产品 也是进口金额最高的商品 过去的两年时间 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 光是2020年上半年 中国进口芯片累计就增长了25.5% 进口金额也增加了12.2% 然而美国推出断新禁令 庞大的芯片缺口却让当局相当伤脑筋 紧急推动芯片自制 投入大量资金来掀起芯片热 但近来中国出现不少芯片工程还未完工 就被中断气质成为烂尾工程 近日新闻综合报导指出 光是2020年上半年 中国就有接近20个地方签约 或开工建设化合物半导体项目 合计规划投资超过6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有关芯片的公司在2019年 大约只有4.53万间 但今年却一下子新增了5.7万间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由科技 建筑 医美 人力银行等行业转行 让外界怀疑这些大量增加的芯片公司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而说到芯片烂尾工程 最受瞩目的例子 莫过于前阵子闹得风风火火的武汉红星 不仅挖角到台积电老将奖上益 规划投资额更高达1280亿元人民币 目标是生产7奈米芯片 但该公司日前却正式破产 被外界戏称是中国最大的芯片烂尾工程 好 最后来看 中共的黑手似乎正在悄悄伸进国际学术期刊 近来接连传出许多的事件 先是国际知名期刊科学 以涉及学术伦理问题为由 撤下中国学者的一篇文章 之后又传出拥有208年历史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与中国政府关系匪浅 还跟国营出版社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再度遭到质疑 中央社报导指出 中国一篇由12名庶民作者所发布的论文 遭到国际期刊科学撤稿 原因是英文内文的两张图片 跟2017年以及2018年所发表的 另外两篇论文所刊出的图片高度相似 更巧的是这三篇文章的通讯作者都有挂名 这个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联合除能研究中心首席 科学家朱斌 对此同意撤稿的八名作者解释 是因为新冠疫情封城期间 研究团队四散各处 沟通有误才会导致图片使用不当 但是有另外四名作者宣称不接受撤稿的决定 另外自由时报报导指出号称全球顶尖期刊之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日前在社论痛批川普政府处理新冠疫情不当 甚至呼吁美国选民用选票让川普下台 引发外界热议 对此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调查披露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跟中共关系深厚 不仅在2016年和中国上海家会医学研究以及教育集团合作 推出了出版品APP以及网站 该期刊还跟由中国政府管控生活中宣部赞赏的 世纪出版集团子公司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 有直接的商业合作 国家脉动批评中共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之间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渗透与胁迫 弱化了美国医学界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 并且要求其公布病毒基因序列的能力 好 以上就是这节的华尔街财经新闻 谢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华尔街财经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徐伟玲 我们再会